不少市民也对此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筛查数据它会有一定的延时 我们知道核酸筛查工作量非常的大 那么检完之后如果发现有阳性的魂管 还需要单采单检进行符合 对检出的阳性人员还要进一步的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 然后收集准确的相关的医学信息 个人的信息 那么同时还要完成上报审核等工作 二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传播 造成本轮疫情的病毒毒株 我们都知道是奥米克隆BA2这个变异株 那么这个变异株它具有隐医性强 传播快的特点 同时我们观察到 潜伏期大多都在三到五天 这个区间范围内 因此家庭内的传播 是当前主要的传播途径 一般来说家庭内 如果有一个阳性感染者的时候 往往其他家庭的成员可能已被感染 但是他们尚处在潜伏期当中 那么因此也会在后续的这个筛查当中 被陆续的检出 第三是在痊愈静态管理的这样一个期间 这样一个阶段 虽然居民是足不出户的 但是仍有很多的物资仍在流通 如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 那么不排除 接触后会造成感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